来关心这是台湾黑桥牌齐鱼苏 现在被香港验出了寒狗3.5ppm 这超出了香港的标准0.5ppm 食品药物管理署就指出 台湾跟香港针对鱼类加工品检测的方式不一样 那么到昨天晚上10点之前 还没有办法取得香港的检验讯息 不过他们已经联络了台南市卫生局 要来厘清污染的情形 而现在黑桥牌也已经配合 将这项产品全面下架占卜贩售 如果民族家里头有这项产品的话 可能也可以来等待 过一阵子再来看看能不能吃